所以說二媽是這尊 金光閃閃 人家說大媽大媽 重點 二媽吃飯 三媽出陣 所以是不是三媽比較出陣 那我們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 我們不是很理解的 就是說有夠好康的 他們看能選擇二媽親生出動 來幫她作證 是不是其他人選擇的時候 二媽也能夠出來 幫大家作證一下 這個新聞再次再寫幾千 我在節目中 呼應我們臉書的社團 我要大甲兔 他們信徒去看不到 就留言說要一輩子找 幫忙找二媽回來 所以選錢 你們就在尋找二媽了 對 我在找了 我在節目中我就找了 其實是這樣 那個媽祖都有很多的分身 那個金針 用信徒要求 你要請拜登 要記什麼 請有人在家在拜託 都請回到街燈 要拜都沒辦法你照電機來 那個都可以 那有很多順 但是人家說大甲出門 二媽 二媽街燈 那是一種文化 你嚴重票你把二媽請回去 人家的信徒去找不到 人家每天去拜 那是他的信用 他的信念的位置 找不到就開始連絲 叫到那個了 我現在說嚴重票 你 人家會叫你說 如蜜思議嚴重就是這樣 有利就沒有政府 你要叮人家就叮人家 就叮人家就叮人家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 你要降伐一個支持者 是拜託的人 那個二媽祖有主婢 二媽祖有主婢 你會接幾個來 尤其你做頭 你做當時就 你外面表演 不然我要請回家 對不對 就整個都亂掉 他一定說伯伯媽祖有同意 不是伯伯 你後面說伯伯媽祖有同意 你說的 你也不用伯伯 就不可以請你去伯 所以二媽沒在出門就對了 對 人家說大媽祖宗 大媽出門 二媽祖宗 我們大家這裡 二媽沒在出門 大媽祖宗 二媽祖宗 結果沒出門的二媽 現在去旁邊的總部 對啦 牠請回去 好像威力應該很夠 威力很夠 我也要跟三間牽牽一個 說你快請回來 你如果沒條 人家說媽祖沒力 你做這樣 民心犯人 我跟你說你沒條 算是我不是跟你講什麼 就是很多跡象檢視 大家看過你沒條 你去這家民心 我要拯救媽祖回來 不要那個微信讓你人家葬送 我在節目中 我給夫妻說你快請給人 那往年 往年他們的選舉 有出動嗎 這我沒有注意 其實我在算是 都是照科學照民意 去觀察一場算是 我沒有去用怪力亂神去看 老實講 所以你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這次 二媽被請出門 她每次都有請 但是請請我沒有在注意 這次我正確沒有 我怎麼變成說 大家點名說 我就要去拿回來 我才注意這間這樣 是這樣 所以確實 二媽幫他作證 然後現在選擇這樣 有沒有影響到 媽祖就整媽祖 你選擇選擇嘛 對啦 也許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神為顯赫 對啦 然後現在你現在有一個很大的任務 就是說你要 你要懷疑他的這個資格 對不對 對 然後也蠻有趣的 章程規定 要涉及大甲 大安外埔 後裏的居民才能擔任 然後顏清標他就是 要算的時候回到大甲 平常是回到殺戮 你檢查之後 市政府又說要轉交正南宮追查 現在追查有沒有進度 你檢查票不是一個世人 你當董事長 你送到那裡備查的時候 你那個選舉的結果 送到那裡備查 你不要趕快給他蓋出去 你自己選擇 你讓我擔任 你就是擔任 你自己做立委 你自己做立委也好 你自己選舉也好 大家都知道你檢查票 你人家電郵宮的 序執統領就是 你這樣負責大家 所以才可以散生當事 才可以備選 備選以後 董事會再產生董事長 這樣嘛 你就很清楚他回到過 這就是 當時你原家 我再說一次 原家 只要你原家就沒有政府 沒有人敢提他 就回到他 所以直接為所欲為 造成我們說 就是原家帝國 這樣產生的 所以我們來看 你已經舉發了 然後市政府收到了 他推回去給鄭南宮追查 所以這會有一個結果嗎 來到內政部了 內政部次長 陳忠諺他說 需要是鄭南宮的章程來認定 那所以我們就要看鄭南宮的章程 市議會曾經跟市政府調 鄭南宮的章程 市政府沒有提供 內政部沒有鄭南宮的資料 所以現在到底誰來決定 施智昌 這個正義 S1分起來的時候 施智昌就要去調 看他的主張 大家照遊戲規則來講話 他不給 不給了理由 他本來是禮拜三 所以盧媽媽在言家很好 禮拜三他新聞去 政治新聞 他去追 他說我最晚禮拜五給你 禮拜五 他要的時候拿不到 跟他追查說 為什麼不給我 他說你不是厲害關係人 一個議員監督不是厲害關係人 我跟你講 鄭南宮 他所有的資源都來自於信徒大眾 你要公布於眾 甚至你要登網給人查 你的人事 你的主治商城 跟你的財富都要投行我 才對啊 你負責就給你暗藏了 還有找的 純粹的秘書看我 他說玉大哥 你有正在說主治商城嗎 說你那邊投啊 他說他賣我 說你正式行為 上級對下級就是明明嘛 行為明明 看他賭不下 說這麼扯的 起戶包庇 包庇到這個程度 你要怎麼做 你要依法 照法律程序 我也沒有話講 但是你中間 你這樣就很明顯 你去癱瘋 你去包庇嘛 市政府打太極打得很厲害 黃創下 這民眾看不出來嗎 沒有 因為現在的時候 盧瀟燕要解決事情嘛 現在的時候 他現在是一點點 一點點 是慢慢切香腸嘛 所以把那個藍臀那邊 處理一下 慢慢處理 慢慢看風向 不過現在我是 因為在地方上那個 宗廟的宗教法還沒有 那個才也還沒過嘛 所以我不知道說 現在他這種局面裡面 到五月的時候 現在比較關切 董監事改選 那這個情況裡面 會不會在董監事或大賈的那些 有投票權的冷鏈 產生影響 這是這樣 我現在講 我裡面的董事跟我講 他們一定是四月要選 不是五月 要四月 對對對 沒有關係 我現在來講 原青票 他當了六屆 他是一屆用暴力的 五屆用騙的 剛好六屆 今天當六屆 怎麼用騙的你知道嗎 一屆第一屆 大家這個不要罪事了 他用什麼暴力去 給他推翻王金如 我們如果大賈壓政 他就無法輸掉 這樣大家怕死 就很重 我就是第二 他就不想收到重點 收到重點 自地是九十二月 新土台北 頂民台北不去了 改選後新五十二月 大安大夫外埔三個區 以前叫做鄉鎮 里長剛好五十二個 生下五十二個 他那時候還沒有改選之前 他就去增加四十個 四十個就是他聘請 首二的頂頭 我要聘請誰就誰 那個法院真的核準 你們三立記者記把他追 他只有給他拍後面 說有核準的文號 沒有類文 我才跟三天記者說 你叫平衡 你對一對說 叫那個文貼出來 核準的文大歷史是怎麼樣 好 來看 來看 他的那個 那個第一項第一款 就是在講信徒代表 信徒代表 就是那個三鄉鎮的里長 第一項第二款 就是聘請給人家四十個 哪有組織章程是有第一項第二款 這是很顯然我昨天上節目回去 在高鐵 人家丟過來 手機丟過來的組織章程 我在手機研究 我就馬上馬上把他點出來 這個是職權不一樣 你現在有幾頁組織章程了 我們就拿這個來講 這個是真的他組織章程派出來 他這個就不一樣 用房間你就知道 你今天人家說 組織章程的那一張寫到信徒的話 就是信徒就是信徒 怎麼會第一款第二款 這個是什麼 是因為你要增加的話 這個 這個人就大家選大家 就是說眼線標 大家才有跌選錢 這個是確定的 這個反應的 你去那裡想加四十個 想要給他的選舉 但是反應絕對是功德 他現在是代價人 沒有 這個等一下再說 他現在去那裡 反應跟他心理 他說你是不會怎麼選 所以來自於 你的頂頭來自於 是全台灣不知道在哪裡 你敢說代表大家 是要拜大家 代價外部選 所以他這是信徒 可以去開 但是他不可以選擇投票權 我告訴他 絕對百分之九十九賓國 我再說一項 一百分之幾年 他在選的時候 他寺廟管理辦法 要向七公所 那個那個縮建 這選的 全民政局 我現在看到 報期就是五十二個造冊 選舉名造 造冊就是五十二個 我一直納問 說他們信徒四十個也去開 所以我趕快跟你們的記者說 你趕快去推 沒你叫騙一四人 他只給你拍方便 又給你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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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給他四十個有核准文 第一次是方便 但現在都一切合法 你是要怎麼說 沒有 都要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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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增加嘛 不 增加合法 就是叫他秀出法院的核准 那是查詢法輪要先送到法院審核以後 審核的文再送到民政局對查 好嗎 對了